哈喽姐妹们 我又来讲借色综艺 欲罢不能第三季了 游戏规则是借色就能赢20万美机 违规亲吻触摸 DOI都要罚款 这群炮王们能不能为了金钱 忍住自己的下半身呢 正前我们说到 借色岛上又来了三个新人 鸟窝 红脸哥 黑姐 鸟窝因为一来就违规了 所以没有约会资格 而剩下的两人都选择了 已经有CP的对象 红脸哥选了球姐 黑姐选了平头哥 和自己一起狂扣了十万道的对象 被抢走 历历气的在奥姐怀里委屈大哭 她感觉自己的一颗真心 又被玩弄了感情 和球姐单独约会的红脸哥 还是没忍住 偷偷吐槽了一把 金发实在是太能说了 幸好这话没有被金发听见 不然她又得心态崩溃 嗯 等等 金发你趴这儿干啥呢 原来是在侦查敌情吗 这强调可不信听啊 接着金发和当面 就达成了失恋这些联盟 坐在一起大倒枯水 就在他们稍稍松懈的 那么几分钟里 红脸哥和球姐已经决定违规 反正已经扣了这么多钱了 再扣一点又怎么样呢 不过六千刀确实也挺多的 黑姐对自己的翘翔脚大爷 胸有成猪 两个人在约会时 聊得非常火热 平头哥还主动夸奖 黑姐的屁股是全街色村里最性感的 然后还互相喂起了草莓 平头哥明显就是动摇了 平头哥回来的时候 莉莉那个脸 臭的就像是神鬼怨妇 但是面对莉莉 平头哥哪敢说实话 还是一脸深情地表示 我绝对会和你在一起 其实心里想的是 然后反手就把锅 抠在了黑姐头上 所以她想要勾引我的 我可什么也没做啊 那话简直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完全是一朵盛世白脸 哎 大兄弟啊 你忘了上一个脚踩两条船的两面派短寸 是什么下场了吗 迟早是要翻车的呀 莉莉信了平头哥的鬼话 把自己的泡口对准了黑姐 就等着她回宿舍就找她大吵一架 其他人都伸长了脖子准备看戏 然而黑姐迟迟没有出现 她在化妆间里又是做头发 又是搞护褂 等到大家都睡了才回房间 一场好戏就这么泡汤了 我还等着吃瓜呢 到了夜里 球姐和红脸哥那堆又开始抢戏 大哈说自己听到他们俩笑了一整夜 我们来回看一眼 拉娜把所有人叫来开会 宣布昨天又有好几次违规 经过我们非常熟悉的互相指责环节后 球姐和红脸哥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他们俩信誓单单的保证 除了清完就没有别的了 哪怕他们干柴烈火 还是及时忍住了冲动 很可惜 这个加时器从来不会给他们留面子 好假 这削一削的就很有灵性 他们俩总共为全村扣掉了两万两千刀 球姐的第一反应竟然是 没想到竟然会扣这么多钱 早知道就做个全套了 你们可冷静点吧 现在奖金只剩四万六了 也惊不起你们浪几次了 莉莉到现在还是没找机会和黑姐聊聊 没想到拉娜又把女生们都交到一起 要搞女生专属研袭 借责加时器你真是个小机灵鬼 要知道这群女人为了抢男人就差没打起来了 所以想找个机会让他们增进一下感情是吧 我一看这位专家 这不是老熟人悦尼普加老师吗 你怎么还从第一集课传到第三集来了呢 今天带来上课的内容 当然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些了 每个女生都要脱掉自己的胖子和自己的悦尼对话 该场的各位真的不会有奇怪的条件反射吗 各位女嘉宾都对自己的悦尼吹枪彩虹屁 什么你好美你好sexy你太棒了 不知道的真以为他们在对什么人深情表白呢 然后老师还带着他们发出了非常令人误解的声音 我都听不下去了 这真的是可以随便播出的内容吗 男生这边竟然也在自发修行 这泰山带着大家在打坐冥想 兄弟们跟我一起嬉气不气 嬉气放屁 开个玩笑 我都怀疑泰山来建色村到底是来当嘉宾还是来当导师的 这个怎么还上几课来了 本期建色村轻言寡言第一人非你莫属啊 难道是你追奥姐失败之后就失去了那种失俗的欲望 从此顿入空门了吗 女生那边的课程还没有结束 他们需要用面前的这些花来做一个作品来代表自己的悦尼 大家都上台展示了自己的作品 求姐做的还算是简单素雅 金发做的那叫一个花之招展 花里胡哨整个作品的内涵 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可描述 盼子姐明显就是写实派的 直接用花花拼出了一个悦尼模型 奥姐的作品就是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 她甚至说想在自己的婚礼上也搞一个这玩意儿 等到黑姐展示作品 丽子的表情一下就垮了 当听到黑姐说自己的白玫瑰代表着纯洁和真诚的时候 莉莉那个白眼都快翻上天了 莉莉摆出了自己做的那颗爱心芸妮 说自己是来这里寻找真爱的 现在也已经找到了 那就是她的平头哥 黑姐一听她竟然走心了 而自己只是来随便玩玩的 立马觉得心怀愧疚 两个女生借此机会把话说开 黑姐表示自己不会再翘莉的墙角 经过修行之后 姐妹们都从芸妮普加里汲取到了女性的力量 金发那个状态 更是力量多的都没地方刮了 塑料加湿器贴心的为大家又准备了一场杀参派队 但是拉娜身为芸妮大队长 怎么可能让他们玩的尽兴呢 刚跳到一半 那个魔鬼声音又来了 这会儿拉娜连讲话都卡爹 难道是被这群嘉宾们疯狂违规 祈祷系统崩溃了吗 啊这 拉娜你怎么还能提前下班的 这群人一看见到她就长连灯都灭了 立马就直愣起来了 这不就代表没有人扣他们的钱了吗 那还管什么规则赶紧愣起来 然而这时代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拉娜的阴谋 可不要小看醉料加湿器的签设套路啊 拉娜就是故意下线 想要考验这群炮王们的定例 这场考验将会持续12个小时 而已经有些人猜到了 这可能是个陷阱 也有人觉得就应该趁机爽一把 炮王们自觉分化成了两大阵营 混乱邪恶阵营的是 平头哥 大哈 球姐 鸟窝 手续善良阵营的是 莉莉 汉子姐 红脸哥和傲姐 有人就要问了 那金把子我没算在里面 当然是因为他是最上头的那个 姐姐你清醒一点 你现在还没对象呢 而泰山现在估计已经无欲无求 只想对着逝去的拉娜 唱一首松别悲歌了吧 大哈已经带着汉子姐一脚踩下了油门 而红脸哥还试图拉着球姐一起刹车 面对球姐直白的邀请 红脸哥摇摆不定 最后还是抛弃了自己的立场 哦 手续阵营同时一员大将 而汉子姐那边竟然坚守住了阵线 面对大哈蹭蹭蹭蹭撒娇的大狗狗是球欢 他居然忍住了 大家都在四处散发求荷尔蒙的时候 我们的泰山在干什么呢 他一个人占领了四人套房 就为了不让其他小青龄有机会到这儿来 干什么不该干的事 Oh my god 泰山你好伟大 舍己为人的精神 直到拉娜为你颁发金色奖章 莉莉原本已经坚定了信念 南河实在抵不住平头哥的糖衣炮弹 两人先从脖子清洗 最后还是亲到了嘴上 鸟窝那边直接就跟奥姐聊起了 自己想要四个孩子 你这进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奥姐这下又要下头了呀 这间华币之后又会败北 就是因为这个 鸟窝不会也要冲到覆车了吧 事实证明 我看人还是很准的 看自己那边好不容易才拒绝了大哈 谁知道大哈实在是忍不住 自己那点激情澎湃 自己一个人溜进浴室 偷偷打了个飞机 我好奇的竟然是 他真的 30秒就解决完问题了吗 到了晚上睡觉 又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难关 我们的接受委员泰山 已经从套房来到了宿舍 警告每一对小情侣 绝对不能违规 然而这话也就听听算了 因为趁着他回寝室的时候 平头哥和丽丽已经 窜进了豪华套房 准备翻云赋予不知天地为何物了 终于熬过了那个 激情燃烧的晚上 新的一天 我们的拉娜终于要上线了 接受审判吧各位 一下是各位的扣了吗账单 请注意查声 球捷鸟物 违规接吻 扣六千刀 大哈 违规打飞机 扣四千刀 丽丽和平诺哥 违规做完了所有内容 来了个全雷打 剩下的三万六千刀 全部扣完 我的个妈呀 竟然一毛也不胜了 三季以来 我最期待的情节 终于出现了 那点所剩无几的可怜奖金 终于被他们火火完了 最失望的 就是我们的 借色委员泰山 大家都辜负了 他的一片苦心 他不理解 更不能接受 于是他爬上了山顶 又开始了一个人的 独自修行 然后我们的 冥想导师泰山 竟然又把大家 叫到了一起 我原本以为 他打算抢了主持人的活 带领所有人 改过自己 没有想到 泰山竟然宣布 他要走了 我们的借色委员 感觉自己 已经突破了新境界 可以提前毕业了 所有人都哭成了一团 含泪送走了 借色村 全村唯一的希望 啊不 我还想看他 继续给拉娜 唱情歌呢 这时 拉娜终于想了起来 告诉了大家 一个好消息 虽然奖金已经归零 但是他们 还是可以将功折罪 再把奖金给赢回来 不不 在此之前 他先要拆掉一对原影 没错 就是全场扣钱 最多最多的 莉莉和平头哥 最爱带头 违反规则的平头哥 终于受到了制裁 莉莉哭得不成人形 送送了自己的男人 但是 当平头哥 走出房间的那一刻 那个熟悉的声音 竟然又在他面前 响了起来 难道说事情还有反转吗 平头哥到底有没有被淘汰呢 最后 他们到底是能赢回奖金 还是要光着屁股弹走人 这些都会在下期完结片中讲到 想看下期别忘了关注 欢迎评论推更 每一条评论我都有看哦 大家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姐妹们 下期再见 再见